你俩想离婚啊 那离去呗 都聊到现在了 每个人在那儿都说 我没错 不是说我没错 不是说我没错 知道吧 我为什么不离婚 刚才我也说了 我第一个 我问你了吗 我不想让孩子没有 我问你了吗 我说你错了 你就要听我 说你哪里错了 如果你真的错了 你就回去改 如果你没错 你就听一听 你知道你们俩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男生 一直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 来做你们的情感判断 我问你啊 你觉得你自己 是一个好老公吗 你是一个好老公 你太太怀孕的时候 想吃鸡 你给她炖了吗 炖了 只不过少一点而已 炖的是你爸妈养的鸡吗 还是你自己去买的 我爸妈养的也有 你爸妈养的也有 你是一个好儿子吗 你有解决好你父母 我认为我是个好儿子 你有解决好你父母 和你妻子的关系吗 没有 就是因为我妻子 不理解我父母对他的好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其实不想说老一辈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老一辈是勤俭持家 他们有他们的态度 但是就从你回家 你爸妈给你炖鸡 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 不给他炖鸡来看 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 当然疼自己的儿子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也同样 要疼自己的儿媳妇 嫁到家里就是一家人 而你在这个问题当中 最错的就是 你并没有协调好双方的关系 所以你是一个好先生吗 你是一个好儿子吗 你是一个好父亲吗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你不知道你孩子 班里一共多少个人 你说倒数 倒数第几名啊 你是一个好父亲 你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 去陪伴孩子吗 你知道为什么 人家孩子有奖状吗 因为爸爸妈妈和睦相处 因为可能父亲 给予了更多的陪伴 你刚刚口口声声说 他不就是上个班带个孩子吗 他还干了什么 那我想请问 你不就是上个班做做饭吗 你还干了什么 所以不要老实说 你太太的问题 诚然 他有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 但是你同样不好 而且你知道 你最不好的地方在哪吗 抱怨 就是什么事都怨他 自己创业失败了 也是因为当时跟你吵架 房子的事情没买 所以房价涨了 也是因为跟你吵架 所以我们没买房 这中间没你的问题 没你什么事是吧 都怪他 你怨天怨地怨媳妇 唯独觉得你自个儿没错 说女生啊 公婆呢 给你顿鸡或不给你顿鸡 都是人情 但是我们管人家叫爸妈 是本分 你有给老人买过礼物吗 有买过 多少次 可能就是过年那时候 或者是每年吗 还是只有一两年 不是每年 对呀 那凭什么人家 要给你炖鸡 然后 你连爸妈都不管人家叫 人家凭什么 还要把鸡给你拿回来吃 你对老人没有基本的尊重 他们有他们老一辈的那种 轴你知道吗 但我们做子女的 孝顺 是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你先生 一直纠结在你这一点 所以 没那么孝顺 就是没那么孝顺 有点懒 就是有点懒 对吗 带孩子有时候不认真 就是不认真 他说的也没毛病 所以你们两个在这 跟我纠结说 我没错 他错了 都错了 只有看到自己的错 才能忘记别人的过 每个人都认识到 在这段婚姻当中 自己的问题和错误 并且坦诚地跟对方讲 你说的对 我错了 我愿意改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家 好吗 自己去检讨自己的问题 你们俩离不了 自个儿回去改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作业老师 来 曲总 男生说了心里话 你其实并不爱这个女人 我们判断下的离子 对面是一个小伙子 可以费用 我村下来 世界装 Zha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不要打着旗号说 为了孩子好 我真的认为 如果一对日日争吵 彼此没有爱的夫妻 给孩子造成的伤害 远比父母分开 各自爱孩子更要大 你们其实是真真算计过 我这婚没法理 但是这日子过得难受啊 先生其实 既然我选择了我爱她 既然我选择了我要娶她 既然我出于主动的 还是被动地走入了婚姻 这是我的选择 那我是不是能够好好经营一下 我是不是抬眼看一下这个女人 看看她身上有没有可爱之处 或者说我们共同去培养一段 真正的爱呢 你没有 你就在跟自己较劲 你横看人家不顺眼 竖看人家不顺眼 这不是你自己取进门的媳妇啊 别人逼你的吗 既然选择了婚姻 而且所有的婚姻 无论最初是爱的天崩地裂 还是我们平平淡淡走入婚姻 都要面临的是经营 你把婚姻经营成了什么样子啊 你把自己搞成个怨妇 天天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有意义吗 这个女人身上难道 没有可爱的地方吗 我不信 她跟了你这么久 也曾经那么执着地爱你 但是翻过来我想跟女士说 你爱她吗 我觉得你真的只爱自己 如果你爱一个男人 怎么会不爱她的爸妈 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爱儿子 就会爱对自己儿子好的那个女人 你爱她的话 你就应该努力地去 让她的父母接纳你 你爱她的话 就应该去更加发挥 一个女人的特长 我去勤俭持家 我去洗衣做饭 这有那么难吗 难道你就要天天 跟她吵得天崩地裂吗 所以你要想想 是你嘴上说的那么爱她吗 还是其实你只爱自己 我觉得这其实都不是重点 成年人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 但你们的孩子才真是可怜 想想孩子吧 一个孩子在这样 彼此拧巴争吵 这样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他能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能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的感情是不好的 但如果对未来的生活还有期待 请你们调整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